从今以后我要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了 虽然很害怕 但我要带着妈妈教给我的智慧 勇敢地走下去 由公共电视台制播的台湾特有种 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评选为五星优质儿哨节目 努力能被观众肯定 让节目制作团队相当感动 因为儿哨节目一直都处于边缘 然后一直努力是很少被看到的 所以有没关会能够愿意 二十年来做这件事非常的感动 感言就是很感谢评审的肯定 尤其我们的儿哨评审讲我们有入围 那我觉得因为节目一直不知道观众在哪里 然后能够得到观众的肯定 但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感谢所有 一路上支持这个节目的团队顾问 然后主持人 还有参与这个节目的小朋友们 台湾特有种的初心是希望做一个很清静 轻松的生态节目 让大家能够知道 然后也希望 其实背后的精神更是希望能够鼓励 在升学主义下的年轻人 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 然后坚持下去做自己 优质五星儿哨节目 制作内容精致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哨节目 没关也感谢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赞助经费 支持这项优质儿哨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一起从儿哨视角来关注儿哨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